1941年的某个清晨当银海军舰队发现德国巨舰比斯迈号的时候 海上正挂着大枫叶里多次遭受于雷连方攻击的比斯迈颤颤巍巍的行驶在海面上 速度仅仅只有七节不过对手可没打算经被怜悯而放过他 毕竟该舰是德国当时吨位最大重要性最强的战舰如果取得击沉他的战绩 对英军而言是无上的荣耀 英国的罗伯尼号远在两万米开外就迫不及待的发动攻击 乔治武士号也跟着喷射火舌二打一围攻孤零零的德舰对德军而言 试探本就严峻起料 雪上加霜英国的诺福克号也加入围攻阵营在炮火连天中 毕斯曼号左支右处被一枚16英寸的炮弹击中 煞时间数百人丧生甲板也一片混乱 最后当英国的赛特郡号也加入战局的时候 穷途末路的毕斯曼号的前炮塔已经发射不出炮弹了 随着两军的距离拉近 英军的余美也开始投入战争 以一叠次确实太难了 毕斯曼号的炮塔在发出最后的身影后 相继沉默失去了战斗能力 这个时候 英军的鱼雷终于能击中目标 并且不断得逞 毕斯曼号宛若沉睡的巨人 躺在海面上任由炮弹和鱼雷砸在身上 船身四处都是大洞 只有旗帜还毅力不到两个小时后